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7月7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和大家講今天的新聞題要 中國總理李強和美國財長耶倫會面時 以《彩虹論》釋出善意 耶倫就強調在國家安全下 兩國會出現分歧 香港圖書館新設篤灰意見書 鼓勵市民舉報違法或危害國家安全的書籍 中共迫異意見者禁聲 透過市管和劉鶴先生收集情報 配合大數據起底國內的家人 詳細的新聞內容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 就不分別與中國前副總理劉鶴 與總理李強會談 這次中方沒有表現出強硬的姿態 李強一開始便釋出善意 認為中美關係經歷風雨後 必定會見到更多的彩虹 但耶倫在公開講話中相對直接 除了強調美國要維護自己國家安全外 更敦促中國政府要繼續走市場經濟的道路 聽聽胡海文報導 美國財長耶倫在星期五挨蚊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會面 李強說耶倫這次的行程 除了中美人民關注 全球都關注 並且一開始就向耶倫釋出善意 表示中美關係雖然經歷風雨 但是終章見到彩虹 李強又讚揚耶倫 長期致力於中美關係 尤其在中美金融貿易方面 不僅僅是參與者 更加是建設者 而耶倫就強調公平規則上 良性競爭的重要性 並且解釋 這種競爭不應該是勝者全贏 而是兩國雙贏 他又向李強重申美國的國家安全 美國在某些情況下 有需要採取特定的措施 去保障國家安全 我們在這些情況下 可能會出現分歧 但是我們不應該 被這些分歧變成誤會 以致雙方經濟、金融關係 不必要這樣惡化 耶倫表示 希望今次訪問能夠促進兩國之間 建立定期的溝通渠道 而他在與中國的美國商界代表會面的時候就說 此行向中國表達 美國會捍衛國家利益和人權議題 但也強調不會尋求與中國經濟脫勾 他也敦促中國 要繼續走市場經濟的道路 這樣才對中國最有利 耶倫又批評中國政府嚴厲 是對待有外資背景的公司 並且說在今次的行程中 轉達了美國商界的擔憂 包括中國向國企和國內公司擴大補貼 以及對外國公司設置市場准入壁壘 又在沒多久之前對某些關鍵礦產實施出口管制等等 這類的行動證明了拜登政府為減少美國製造商對中國的依賴 而做出的努力是正確的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胡海文報導 日經亞洲報導 美國財政部三名官員 在6月15和16日 在香港舉行會議 要求銀行和監管機構 協助查明美國的高科技物品 是不是通過香港運往俄羅斯 華府的官員名言 香港已經成為 向俄羅斯出口高價晶片的一個主要中轉站 聽聽方德浩溫曉萍報導 這三名美國財政部官員的行程 是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北京的前幾日落實的 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說 美國財政部下架恐怖主義融資和金融犯罪部的官員 要求香港發抄銀行、金融機構、律師樓、顧問公司、 專業團體採取更多措施 防止美國晶片等軍民兩用物資 經香港流入俄羅斯 據報導參加會議的代表 來自匯豐銀行、炸彈銀行、中國銀行香港分行 香港金融管理局和國際供應反洗錢司會 在會議上 華府官員名言對美國製造的晶片 仍然進入俄羅斯感度擔憂 雖然美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對莫斯科實施了制裁 但是香港已經成為向俄羅斯出口高價晶片的一個主要中轉站 消息人士說 財政部官員向議會者表示 遇到和出口管制清單上的物品有關交易時 他們應該加強進職調查 報道裡面所涉及的銀行和機構都拒絕回應 消息說 除了香港之外 美國財政部官員也走訪了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德豪、溫曉平報導 第三十三屆香港書展今個月中開羅 為疫情後中港全面通關後 首次在香港舉行的書展 當中名作家演講系列一直備受觸目 而今屆港者名單中 內地的作家佔多數 當中不乏外國人士 評論認為當局有意安排大陸的作家到香港 希望點綴升平 但如今香港已經變調 難好似昔日百花齊荒 而即使部分作家是大陸的自由派人士 在港區國安法下 也都難以暢所欲言 聽下董書玉報導 今屆香港書展邀請多位中外知名作家 親林梅展 與作者分享創作心得 名作家講作系列 一直是書展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活動 每年更吸引大批讀者入場 一島文壇巨像的風采 今年香港書展 名作家演講系列講作 總共有來自兩岸 及香港的15位作家 內地作家包括如華、馬德蓉、 羅真宇、許之遠、陳春成、許之東等 香港部分有張卓蓉、 黃宇信、翁靜貞及沈西成 有親中傳媒都為書展造勢 其中香港雙部形容 全球最大的書展將在香港盛開 又形容 這15個作家來自兩岸及香港 是華人世界文化院實力的一個檢閱 而大公文匯就以 余華、馬伯蓉、許之遠等名家 《大卡雲集》為提報導 重點介紹這三位作家的來頭及作品 香港著名作家、時事評論員陶傑向本臺說 在這批內地作家裏面 不少是自由派人士 例如如如華、許之遠等 但一般港人比較密身 陶傑相信 在港區國安法之下 這批自由派作家 當難免會有恐懼和戰惡審查 都未能暢所欲言 這些自由派人士 二三十年來 在大陸比較敢言 首先他們在大陸已經不敢出聲 來到香港 本來是一國兩制的 可以說話大膽些 但又怕在這裏說話 出了格回到大陸 會惹麻煩 第二 亦怕在香港說話 有些港港國安法的限制 第三 如果有些答問時間 有本地人民大膽的問題 他又會怕 那個人是否引蛇出動 這個人是否真是一個讀者 還是一個暗探 臥底 陶傑又說 相信當局特地邀請這些自由派作家來演講 希望為書展點絕聲評 但認為已經太遲 相比以往在有出版 《言論自由的香港》 現在書展已經變調 有出版自由的都會拿出來參展 現在那些有很多香港的出版社都沒有去參加 第二就是那些閱讀風氣已經大為減少了 受到香港公共圖書館那些書籍落架 有人說敏感的影響 所以那些參展商自我審查的那些人會覺得 去到這些書展來看 都會比起以前會覺得大為失色 陶傑說 過往香港作家或主持 都會與港者對話交流 有一股文青氣氛 但現在香港已經變調 出席書展的人變得零落 也難以帶動香港人認識這批大陸作家 這屆書展主題是 同來閱讀少年時 名作家講作系列內地作家佔多 15位作家內,8位來自內地 3位來自台灣,4位來自香港 相比上一屆主題是歷史文化,城市書寫 14位作家內,內地作家佔3位 其餘7位是香港作家,4位是台灣和日本 翻查資料 名作家講作系列自2005年開始舉行 過往主題多元 不少港者都是香港人所熟悉,好為百花齊放 例如2019年,主題是科幻及推理文學 大會邀請到香港科幻小說巨劇 二故作家危康演講 2018年,主題是愛情文學 由台灣作家龍應台、紀迷等等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董書宇報導 香港的公共圖書館為了維護國家安全 已經屢致在不透明的情況下 清洗港府眼中的敏感書籍 日前更將監督的角色進一步推廣到市民 讓民眾提出意見 保障圖書館藏書的內容合適 最重要就是不會違反香港法律或危害國家安全 有分析認為 香港等同倒退回文革時期 鼓勵篤奉氣 而更令人憂慮的是 當沒有一套標準便由民眾做判官 並不是法治社會的所謂 聽聽《純音》報導 港警先前鼓勵建議織布 現在這種風氣 疑似蔓延至公共圖書館 繼早前圖書館多次將政府認為的禁書下架 康民署星期四再推出新的收集圖書館 館床意見渠道 給市民就館床提出意見 別以為真是好像願望清單 有什麼書想看就提意見給圖書館納入館床 相反是如果懷疑管床內容違法或意識不良 可以填表或電郵發表意見 其後圖書館就會跟進 包括可能先將該書籍下架 以及重新審視內容 不過下架的準則是怎樣 管方至今仍然沒有具體說明 翻查這份表格 可見市民報料時 要填寫書籍名稱作者、出版寫、出版年份、相關頁數或段落 並需要列明認為不適合的原因 以及從哪一家圖書館得適 不過管方表明不會就每一項意見作出回覆 又說其中一個不適合的因素 是不會違反香港法律或危害國家安全 已經移居台灣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詠基向本台表示 香港現在倒退回文革時期 作為書店店長 他感覺有香港人來到台灣旅遊 發現他書店很多書店已經很難再在香港見到 我都很諷刺 現在香港賣禁書 現在他在台灣賣禁書 香港是很明顯的 走向大陸一樣 是封閉的 積極的管制 而且是有可能 香港跟大陸以後出書要買書號 或者甚至不可以定期法例 他要通過他申請才給你的 不是你就違法的 另一個問題是當局一直都沒有公開一套審查標準 就被民眾做判官 前全國政協常委劉夢雄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 下架書籍應該有依據 分查資料 今年4月審計報告提出 公共圖書館要加強檢視圖書館資料 維護國家安全和更進 當時可民處同意維護國安是重中之重 會持續檢視管藏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信音報導 自國安法實施三年以來 香港至少有十幾家大大小小的媒體庭溫 新聞從業員也都被捕 言論自由急急可危 香港記者協會最新的調查也都指 香港新聞自由指數再創十年來的新低 有學者表示 評分之低足以可以宣布香港新聞自由已經錄沉 聽聽陳子菲報導 香港的新聞自由在國際排名最高曾經去到18位 幾年之間已經急跌至140位 本地的相關調查也都屢創新低 香港記者協會公佈最新的新聞自由指數 顯示去年香港的新聞自由再倒退 受訪的新聞工作者和公眾對於新聞自由的評分 分別是25.7和41.4 創了調查在2013年成立以來的新低 超過九成的受訪新聞從業員認為 去年的新聞自由較前一年倒退 而最影響新聞自由的事件 包括立場新聞高層被控煽動罪 其次是黎智英被控違反《國安法》 政府倡議立法規管假新聞 以及多次譴責新聞機構刊登誤導內容等 記者表示新聞工作者批評中央和特區政府 時有顧慮、有自我審查等因素 是導致評分大幅下滑的主因 又說香港新聞界的寒冬沒有過去 政府對新聞界的連番追擊 反映容不下批評的聲音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說 公眾和新聞工作者對於新聞自由的評分 在《國安法》之後差異越來越大 凸顯了新聞自由家劇惡化的現象 他又說在《國安法》之下人人致危 公眾在接受調查訪問的時候 不敢透露真正的想法 都有可能是導致公眾和新聞界 在評分上差距這麼大的情況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陳子菲報導 當名異見人士早前抗議訪問德國的 中國總理李強 近日他們在國內的家人陸續被問說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波蘭的異見者身上 懷疑中共透過海外的使館和留學生 對異見者進行監控 透過收集到的情報配合大數據進行起底 有留學生被迫向中共的人質威脅 和跨境鎮壓屈服 聽聽情聞報導 中國總理李強沒多久之前訪問德國 遇到大批人權組織和活動人士抗議 當時有中國駐德國使館官員和愛國粉紅踩場 監視和偷拍抗議者 其後中共當局懷疑透過這些情報起底抗議人士 繼而找出他們在國內的親友 至今已有多名抗議人士 在國內的家人相繼被中國公安問話 流亡德國的廣西活動人士張文 當日有份參加抗議 公安和國保星期二上門對他的父母施壓 張文認為 中共是透過中國駐德使館提供的示威者圖片 透過人念識別和大數據找到他的家人 當日有份參加抗議的中國留學生喬 是另一名受害者 他透露抗議活動兩星期後 他在四川老家的父親被公安傳聞到派出所 公安聲稱喬在海外進行反華活動 事實上早在2019年1月 喬在推特上發布了一張習近平的豬頭漫畫像 國保已經首次登門騷擾他在國內的父母 並且以他們的工作和養老金等作為威脅 喬也指出抗議當日 親眼目睹中國使館人員對抗議者進行監視和偷拍 他在現場更加受到中國外交官判孟秋的威脅 德國警方已經對案例作出跟進 喬說中共這些行為應該干擾了德國社會正常的秩序和言論自由 他呼籲受害人不要畏懼 應該勇敢講出中共的罪惡 而中共的威脅手段也確實製造了寒蟬效應 令一鳴參加了抗議力強活動的中國留學生 他在國內家人被國安問說威脅理由 指中央都知道這件事 事件很嚴重 作為高財生 應該在學成後為國家作貢獻 家人被要求提供這名留學生的聯絡方式 而這位不願意據名的留學生 暫時未接受本台的採訪 在波蘭的中國留學生勒斯坡在組織今年六四紀念活動後 他的家人也被國安威脅 目前他被迫中斷了與父母的聯繫 勒斯坡受訪時呼籲歐盟國家能聯手立法制裁中共跨境打壓 現在中共騷擾和威脅海外民主活動人士的做法 我看到這樣的做法感到十分氣憤 也聯想到了自己之前的一些遭遇 希望大家能認清這個政權的真實面目 不要再對這個政權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 也希望歐盟國家的政府聯受立法制裁中國跨境打壓的行為 示威當日據抗議者和本台記者拍攝到的現場照片 包括中國駐德大使館教育署署長王偉 和外交官潘孟秋在內的中國大使館人員 懷疑在現場指揮歡迎李強的活動 並對抗議者進行監視和偷拍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去年被判死緩的前司法部長傅政華 位於北京的天壇工館豪宅 週四掛牌拍賣 起拍價近2,000萬元人民幣 比市價低了600萬元 但仍然沒有人投標 評論分析 政商界人士擔心樹大招風 即使有錢也不敢買傅政華的豪宅 有學者指 官媒公開貪官房屋拍賣的情況 比較罕見 再聽聽情文報導 這次被拍賣的 是傅政華其中一個 位於北京市崇文門 幸福大街上天壇工館1號樓的單位602室 四房兩廳總面積達到236.07平方米 拍賣起價是1,967萬3,800元 北京多個房產中介 對那個房產的市場估值 都在2,500萬元以上 大陸《紅星新聞》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那個房源在今年5月左右 由長春中級人民法院 委託中國工商銀行 用依舊電商平台進行網絡問價 一名房產中介表示 目前那個房源為官者較多 但第一天還未有人報名 競價拍賣 北京一位房產中介宋先生 週五接受本台採訪的時候 傅政華的房屋沒有人敢買也沒有人敢住 北京業內人士孫先生認為 買家不敢接盤 傅政華距離天安門廣場 只是幾公里的豪宅 主要還是擔心樹大招風 購入的豪宅會成為北京的一個景點 那是怎樣的 那有可能啊 另一方面江蘇、宜慶、時事評論人士 張建平對本台說 目前房地產市場疲遠 樓市處於下行趨勢 很多人都在降低價錢賣屋 而不是買 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教授 鄧崇義對當局准許媒體公開庫政華豪宅被拍賣的情況感到差異 他對本台說 過往貪官持有幾十套房屋 被法院沒收的事並不是新奇 但後續拍賣的情況 當局從來不公開 會控制不讓外界知道這些海岸的事 因為以前高官下馬 公佈有幾套套房子 他們內部也就梳理了 歸功以後 他這個操作也有點奇怪 傅政華曾經新居中共要職 包括曾經擔任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副書記、北京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和局長、公安部副部長、黨委副書記、 司法部部長和黨組副書記等職位 據指他涉及參與前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的政治團伙、妄議中央 2021年10月他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第二年9月被指控受賄1億1700萬元 被長春中級法院判處死刑 緩期兩年執行 並且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在他死緩兩年期滿之後 依法減刑為無期徒刑 終身監禁 不得減刑和假釋 自由澳洲電台情文報導 接下來有幾則新聞簡訊 聽聽溫曉萍和大家說 等下 法國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在星期四發表報告 認為中國節節跳動公司 ByteDance 旗下的短片分享平台TikTok 有可能將用戶數據交給中國 並且經常傳播虛假信息 報告呼籲 如果TikTok不在明年1月1日前 澄清與中國當局聯繫的性質 法國政府應該下令TikTok在全國下架 並且要求在歐盟範圍內 也暫停使用 自從習近平出任中共總書記之後 強調教育目的是 培養擁護社會主義人才 並且全國所有大學規定 學生必須修讀施政課 教授習近平思想這些內容 中國教育部近日發表通告 在多地展開高校施政課教師自查自稱工作 對不當言論、行為 要遵數至老師本人的求學時期 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現時中國大陸網絡 已經有自查工作報告範本 被教師參考 中國遼寧、宏林煤礦 6月27日發生一宗煤礦意外 造成7人死亡、7人受傷 涉及發生後 礦方蓄意瞞報 公安機關立案調查 並且對相關人士採取強制措施 事發前半個月 幹煤礦曾經被通報督查 當局發現15處隱患 但問題就一直沒有改善 有大陸網民留言 是雲林煤礦涉及官商勾結 香港初選案在星期五續審 被告劉偉聰繼續自便 展示警方從他辦公室內 首獲的選舉論壇辯論筆記 劉偉聰指 不知道筆記是由誰幫他準備的 而他在論壇上 亦沒有用這些筆記 甚至在發言的時候說 法治不會死 與筆記內的法治已死 剛剛相反 劉偉聰之後在控方要求之下 自願提供手機密碼 接下來我們有番場問答時間 李健君今天會和大家說 念書母公司META 新推出的應用程式Threads 又到了番場問答時間 李健君啊 念書母公司META 新推出的應用程式Threads 用法和推特體力很相似 可否和大家介紹一下它的功能 針對中港的網民 這項服務又有什麼突破性的意義呢 又會不會幫助到擴闊言論空間呢 由於Threads和念書 以及Instagram一樣 都是META的產品 相信在演算法 以及人工智能審查等方面 和META公司其他服務供向資源 甚至原人員都是同一班人 除非META公司願意審查 他們負責中文外用的員工背景 以及政治取向 否則照現在情況來看 Threads不見得比推特來得好 甚至可能比推特更加糟糕 MIV等公司當初之所以受到很大的期待 因為他們的人事安排 和谷歌META一類想進軍中國市場 意圖從中國當局妥協的公司完全不同 Threads某程度上只不過是換湯不換藥 甚至某程度上彌補念書速度太慢 程式太消耗的益 以及耗電量太大等問題的方案 並不是一個真正提供新的言論自由平台 對於Threads大家應該持一種觀望的態度 現在Threads只能透過應用程式下載後開戶口使用 不能透過瀏覽器使用 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在可見的將來又會不會推出瀏覽器的版本? 方便習慣使用網絡用戶端的網民呢? 一直以來META都十分之怕有人利用網絡機器人程式 找取他們旗下各社交網絡的資料 而且現在幾個主要瀏覽器平台的擁有人 無論谷歌、微軟還是蘋果 都是META的某程度上競爭對手 META不會想與這些公司某程度上共享數據 因此META在Intersgram上對瀏覽器的支援極差 你基本上一定要用應用程式才能夠用得好 亦是這個原因 相信Threads很大機會不會有瀏覽器版本 只要在桌面上要用的話 很可能都是要安裝應用程式 不能直接在瀏覽器上使用 因為META透過應用程式 才能夠最大程度上控制由社交媒體上得到的資料 亦阻止其他人透過機器人程式 與META共享資料 始終要搜集個人大數據再作出分析 這才是META公司最重要亦最核心的業務 個人資料對META來說好像黃金一樣 並不會隨便將這個主導權交出來 現在歐盟多個國家或者歐洲經濟區的成員國 都未有開放Threads的服務 背後又有甚麼特別的原因呢? 現在Threads和Instagram之間可以共通資料 但歐盟現行法律禁止這種同一集團裏面 不同應用程式共享資料作為 而Threads應用程式搜集大量個人資料 亦有可能與歐盟的私隱法律商違背 另一方面 歐盟現在對GDPR的執行尺度 比同樣用GDPR的英國更嚴厲 因為META的營運方式很明顯 和歐盟的法律禁止並不兼用 所以在可見的將來 如果Threads沒有辦法向歐盟用戶提供 甚至在歐盟IP上的VPN使用都出現問題 這一點完全不足為期 或者Threads可能未來在歐盟、歐洲經濟區 以及瑞士提供另一個版本 這一點都不出奇 正如臉書和Youtube在歐盟國家的營運 以及管理人員的尺度以及任用 都與北美以致其他亞洲國家截然不同 因此亦是因為臉書和Youtube必須遵守歐盟法律 保障用戶的基本權利所致 歐盟已經通過了數位經濟法 根據數位經濟法 如META、谷歌之類的超大型企業 他們由於擁有支配市場地位 在歐盟的營運會受到限制 至於新法的如何具體執行 要等9月只會公佈 所以META最次作出官網也不足為期 因為歐盟未必容許META資料公司 推出類似推特的服務 進一步擴大自身的斷地位 以及打擊推特等競爭對手 今集的節目播送完畢 多謝大家收聽 更多詳盡的新聞和評論節目 請到本台的官網收聽收睇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 報導完畢 多謝收聽 再見 這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 我們下期見